因为比较久没有这样大增长 所以我相信你不用担心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人 平常他们是已经都在报社 不跑记者会了 听说你来了 想要用一种见老朋友的心情 他们也来了 就像你的这场演唱会 其实你比较大的目的是 朋友相见的感觉 对不对 是的 因为其实对我的歌女朋友来讲 好像我不见了 其实我本来就比较狂猛 所以要扮演唱会这件大事 一直都非常的慎重 这次应该来讲都准备好了 好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年纪还蛮自在的 但是其实可以再老一点 对 现在呢我觉得有点尴尬 就是老吗他也没有太老 不老吗他又有点老 我觉得之后应该会更自在 可是现在呢我觉得是有一些心情可以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 然后我觉得我的经纪人刚好他觉得我们有这么一个团队可以好好办这次演唱会 所以非常估摸的我就点头答应了 这一点头呢其实我给自己压力很大 非常的紧张 我总是怕我自己在台上唱可能比较没有问题 可是讲话OK 然后是让大家在现场都可以感觉到我的真诚 或是说能够有一个很难忘的夜晚 所以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筹划就对了 好来我们我们先看一下右边这里好了 然后中间 来个手势好吗 我们捧起来的触发好 好不好 这一根也可以 OK 哪一根 中间 好 左边 很会拍吗 不是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谢谢 今天有看到老朋友也有新朋友 可能有些人对贵宾是比较陌生的 那也有是看着我又走过来的 我就是会在演唱会当天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 然后唱一些大家共同会议的一些歌曲 很期待 好 虽然我现在非常的紧张 但是我想 嗯 在演唱会上面我一定会保持自己最大的努力 像我03、07、10的演唱会 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 尤其现在其实舞台跟以前有些不同 对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期待 有些新的作品跟大家介绍 好 今天的记者会 舞台上就先在这里高一高 哇 OK 谢谢你们 谢谢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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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